一名男子点了个毛肚外卖 没想到却被恶心的小兔 这绝对不是毛肚 这是毛巾 对对对 那这个怎么办 这是毛巾 来来来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 毛肚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我全程录制视频呢 我以为是毛肚没切 外卖小哥曝光 商家直接用手抓菜放到饭盒里卖给客人 以后看你还敢点外卖吃不 外卖小哥曝出 青石店老板正在用手拌饭 这是在撇地沟油吗 在捞吗 对 他还在东张西望 但是他就在看上面 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不太好啊 等一下我要看看是哪个餐厅的 这不还有亮面包车吗 视频中的这个男子刚捞完地沟油 收垃圾的车就来了 他踩在这个点上 就是在垃圾车来之前 把地沟油撇走 啊我要吐了 看完这些 在中国 你们还敢点外卖吃吗 不点外卖 那亲身到餐厅买吃的行不行 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你知道吗 你在某些餐厅吃的鱼子酱可能是假的 中国一名美食博主经神秘人指点 在家用海带成功制作出鱼子酱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 首先 花了5块人民币买了一块海带 剪成小块并放入烤箱 90度烘三个小时后取出 然后碾成粉末 然后再倒入玻璃容器 加水搅拌均匀 加入600毫升的热水 再加入6克食用乳酸盖 搅拌均匀冷却备用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用滴管吸入调好的海带盐 把它滴入调好的乳酸盖中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液体遇到乳酸盖立马变成了球状的颗粒 看到这儿网民就有疑问了 鱼子酱不是黑色的吗 先不急 往下看 这一次博主又买了一片超黑的海带 用同样的方法 就制作出了视频中的黑色鱼子酱了 从外观看 这和真正的鱼子酱一模一样 入口爆破的口感 和真的一模一样 最重要的是 两者都有独特的咸腥味 为了测试效果 博主邀请了一位品尝鱼子酱的行家来品尝 骗他说这是从俄罗斯刚买回来的 这位行家品尝后露出享受的表情 很显然 这位行家也被这海带做的鱼子酱给骗了 这就是为什么 明明价格昂贵的鱼子酱 在一些自住餐厅却可以无限量供应 很多人以为占了便宜 但实际上它的成本只有几块钱 你们能想象吗 在中国很多无良的商家为了节省点成本 无所不用其极 这位男子说 烤羊腿一斤能要你60块人民币 我出19块钱就能框框壮大钱 这是澳洲90的羔羊禽肉 新到货 看看这颜色非常的鲜亮 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 单个都在5斤左右 把包装拆了 看看这质量漂亮不漂亮 我拿到烤肉店里给它注上水 加上50%的料 一斤能出一斤半 赚死你们 不要以为只是小本经营的小商店 才如此 在中国 就算全国知名的大企业 甚至是上市公司 同样是将造假本领发挥的淋漓尽致 最近 中国一家以生产蚝油酱油等调味品 著称的厂家 中聚高新技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 厨帮蚝油 被人实名举报 举报人就是厨帮前生产总监高听明 高听明称 中聚高新旗下核心调味品企业 广东美味鲜 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厨帮系列蚝油 美味鲜系列蚝油 蚝油脂 仅占1.6% 他还表示 在蚝油最核心的指标 氨基酸太淡含量的提供中 添加剂味精是原材料蚝汁的61.5倍 这些都不符合蚝油国标的要求 另外 在标签配料表上 他们将蚝油用量扩大10倍进行虚假标注 这则爆料还提到厨房之所以这样做 已是为了降低成本 因为每100克含0.35克氨基酸太淡的蚝油成本 约11000元每吨 而提供同样氨基酸太淡的味精成本为522元每吨 成本相差20倍 二是因为目前的检测方法无法区分氨基酸太淡 是由蚝汁提供的还是由味精提供 标准中检测方法的缺陷使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该爆料预计仅厨房蚝油一项 涉嫌非法所得超10亿元 蚝油是中国 特别是广东地区常用的传统的鲜味调料 它是用有海底牛奶支撑的蚝作为原料 经过多度制作工序 煮熟 取脂 浓缩 在家辅料精致而成 相传蚝油的发明是无心茶柳柳成荫的结果 据说一位广东茶馆老板在忙碌中忘记了自己 正在煮着生蚝 当他想起并慌张地揭开锅盖时 才发现锅里汤汁已经快烧干了 而且颜色变得深色 这位老板赶紧关火 并视尝后 惊喜地发现 这变色的枝叶竟然别有一番风味 于是蚝油从此诞生 并成为广东人最喜欢 而且常用的鲜味调料 百分之百的原汁原味蚝油制作过程耗时比较长 要经过水煮 熬制 过滤等等工序 当蚝之颜色从乳白煮至深棕色时 再灼量添加糖 盐 味精 调味 真正的蚝油味道鲜美 蚝香浓郁 粘稠适度 营养价值很高 一般100斤生蚝 才只能做出1斤蚝油 生蚝的售价本身已经不低 大家想象一下 食物成本加上制作成本 1.1磅百分之百的蚝油需要多少钱 然而 让我们来看看市面上卖的普通蚝油 在中国淘宝网上 一支700克的蚝油 售价只需5.8人民币 换成美元不到一刀 这价格真的便宜到 你把蚝油买回家当水喝都不用心痛 但便宜没好货啊 有谁能保证 你家里厨房里放着的 那支蚝油是不是这样制成的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 重回20岁的科技蚝油 一斤清水加10克食用盐 10克味精 15克糖 成味加冠酸二纳一克 千万别说啊 醋配增稠剂5克 改良淀粉 主要用来增加稠度 再加15克科技酱油 注意了 是科技酱油 焦糖色素一勺 哎呀 估计这小勺子不能再要了 这色素也太厉害了 但现在还是一点味都没有啊 全是酱油味啊 那就简单了 加一滴海鲜一滴香香精 可腥了 一滴就够了 千万别被整多了 这味道猛不猛 搅合搅合就行了 哎呦我的妈呀 辣眼睛了 大哥 你这蚝油连一点生蚝都没有 能行吗 那就简单了 男子边说边从一只生蚝里刮了一块 比手指指甲还小的生蚝 放入了搅拌机 就弄这一点点生蚝不就行了吗 然后再次搅拌 倒入锅里 煮到浓稠 不煮到浓稠可以吗 不煮到浓稠 这不就只是酱油吗 你闻闻有没有大海的味道 这味道是不是很熟悉 颜色老黑了 这浓稠浓稠的 像不像蚝油 well 没错 科技蚝油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 难怪不用一刀美元 就能吃上浓稠浓稠 满满大海味道的蚝油了 蚝油举报门发生之后 立刻引发中国网民关注 网民黄竹坚说 连大品牌的产品都有问题 我们还能吃什么 食品安全这个问题 一直说了N年 还是无变化 怪不得有钱的人都想着移民 网民一路驰骋表示 食品安全让人不寒而栗啊 之前说有生产许可证 并且看配料表就能知道产品的真实情况 现在看来 原来看配料表也没用 能不能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 全靠老百姓自己的运气了 左脚妹的爷爷表示 造假在中国应该很普遍 中国每年在美国进口上千万吨 转基因大豆炸油 但你在中国市场上 看到哪一家食用油 标注是转基因大豆油吗 可能一家也没有 这不明白着有假吗 腾讯用户C6G WQ9认为 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问题 看情况短时间是解决不了了 希望50年后的民众 能吃上安全的食品吧 还有网民质问 中共的监管部门在干什么 怎么让这些商品上市的 腾讯用户0D842E问道 生产出来为这些蚝油 做质检的国家官方单位 是怎么质检的 还有网民说 标签和事物都不一致 怎么获批的 怎么上市的 出了问题了 来查了 吃过的人怎么办 谁来负责 在其位不谋其职 这位网民问得好 针对厨帮前高管 实名举报厨帮蚝油造假一事 3月1日晚间 厨帮蚝油母公司 中距高新紧急发布 澄清公告 称报道中涉及的 酱油、蚝油产品生产标准 质量以及财政补贴的 相关情况缺乏事实依据 不过 举报门事件发生后 截至2024年3月4日早盘 中距高新股价一度大跌7% 截至收盘跌了4.67% 看来澄清公告并未能挽回 消费者以及股民的信心 很多网友表示担忧 如果配料表都可以造假 那还能信什么 有时候 你买了配料表造假的食品 也许 只是吃了个不健康 但有些中国产品 因为食物成品 没著名成分 随时可能要了人家的命 老干妈 曾经是一个 令万千中国海外游子 新潮澎湃 热血沸腾 英语为豪的名字 更是将不少适合华人口味的别国食物 变成中式美食的神奇调料 在2015年 却遭到了澳大利亚部分亚洲超市下架的命运 2015年 澳新食品标准局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 TK Shin Trading Pty公司宣布将召回新州亚洲超市的一款辣酱 因为该产品并未申报含有花生成分 包装上也没有标明 因此 若是对花生过敏的购买者使用了这款产品 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 网站还配发了老干妈辣酱的图片加以说明 故事到这还没结束 到了2007年 这个中国大陆销量最高的老干妈辣椒酱 又爆出食安风波 中国大陆测评机构优格网将四款老干妈产品送到德国检验 发现包括矿物油、塑化剂等多种有害物质超标 专家表示 这些有害物质如果使用过多 会在人体内积蓄 包括肝脏、脾脏等器官会产生肉芽种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平时去购物 一般都只是简单的看一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只要没过期觉得OK了 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还要仔细看产品的成分表和配料表 在通过配料表筛选食品时 我们可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原则一 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 根据法规 各种配料应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列 加入量不超过2%的配料可以不按递减顺序排列 我们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一下 香港调味品知名品牌李锦记生产的蚝油配料表显示 蚝汁、糖、水、盐、小麦粉 其中蚝排在了第一位 这说明他们生产的蚝油蚝汁比例高于水 我们再来看大陆知名品牌海天蚝油的配料表 水、蚝汁、水排在了第一位 上述两款蚝油哪个更好些 一目了然 同理大家可以参考上述原则 想想如果你想要购买橙汁的话 应该选择以下哪种更好呢 第一种配料表 水、浓缩橙汁 第二种配料表 水、白砂糖、橙、浓缩汁 食品添加剂 食用香精 显而易见 根据我们上述的原则 选择第一种橙汁更好一些 原则二 对于同类产品 配料表越简短越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蛋糕的配料表 光成分名字就有几十个 数都数不过来 老天做个蛋糕而已 需要这么多东西吗 原则三 注意配料表中的文字陷阱 如这个海天米醋 商品名称是纯尿 应该是纯粮酿汁 但配料表却显示水 食用酒精、大米 注意是食用酒精 这分明就是业界所说的勾兑白醋啊 本来醋酸是由乙醇转化而来 但是那个乙醇是醇粮 发酵来的 怎么就变成了食用酒精了 所以我们看配料表时 需要辨别食物的原料 是否符合常理 当然了 就算你学会了如何看配料表 甚至成为了专家 有时你也斗不过变坏了的人心 去超市买了点草莓 可以看看 标签打了是1月2号 其实是1月1号上面贴了个标签 这名女子在超市买了一包腰果 发现标签被贴了四五次 生产日期从2023年11月6号到12月20号 除了食品生产标签造假 还有很多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造假 成本十几块的东西 贴标就能卖上千 这里到处是名牌 有记者偷拍下造假全过程 下装T恤 成本不超过15人民币 加两三块钱的吊盆费 马上可以卖1000多 记者以批发商的身份 暗访了这个造假商城 这位老板谈起了生意 这位老板表示 你要什么商标 有什么商标 你只要一块钱买我的假商标 你想要什么牌子 就可以有什么牌子 记者还了解到 在这个商城内 不少商家还提供了造假一条龙服务 商家信誓旦旦的保证 仿制的衣服 从样板到商标 和名牌正品是一模一样 消费者是分辨出不来的 你发个样品给我 我就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 连色差都不会有的 就是那个logo 你要绣什么 那是没问题的 阿迪达斯 耐克 跟原版是一模一样的 版型完全一样 外观完全一样 记者走访了该批发商场 发现他们的造假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贴标换标 已经成了配套的产业链 一件白板服装 贴上商标 纺制成名牌服装的时间 只需要十几秒 你要改的话 就是把这个剪掉 印一个其他的 然后再打上去 就是两块钱一件 单价是一块钱一件 老客户的话 一天做几百上千件的 几毛钱做一件也有 这位老板为了拉拢生意 还亲自给记者 显示如何造假 你看 孟特娇 一模一样的 不得不说 中国人的山寨能力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 既然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 为什么不把这些能力 用到正的 好的地方去呢 归根结底 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人心变坏了 一切也就跟着变坏了 悲哀啊 这个人匀 这边是什么